今天就介紹一下按鍵的原子筆 我們經常都會用的 很多時候會看到按鍵 按鍵後按出來 這個按鍵是按鍵 但在旁邊按鍵 這個可以透明的 可以看到這個結構 你會看到這個款式是最長的 先來按鍵 即使可以開啟 按一下 然後按鍵 就開啟了 大部分的結構都會在頂上 在主角身上 拿一支筆芯出來 就一定有個彈弓在這裡 還有這個呢,就是塑膠的,頂住的 好,那我就給你看看 德國Kawiko,它這個很特別 它的結構在中間的,這個叫做推動元件 你會看到 第一,它 它,如果在原子筆當中 你很少看到是有這個 黃銅配件的 而第二樣東西呢 它的彈弓是小一點的 輕一點的 你會看到大部分 都是很幼和很粗 所以彈力又很高 那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是你按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輕的 不會彈到手指的 而呢,如果你平價那些 通常,你會聽到大聲 尤其是這些 好像 彈到,有時候彈出來的時候 是彈到手指的 尤其是呢 這個是很不建議 這種設計是不太好的 就是呢 它按在筆夾這裡 它在這裡來發放 所以呢 這個也是一些 公司的東西 裂光 裂光了 有時候小孩子 你呢 不然呢 煮到呢 就要加清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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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